联盟大事 场外风云 白话美智兰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1月14日 NBA常规赛继续进行 勇士课程挑战熊鹿 勇士此前战绩为18胜20夫 排名西部第12位 这个战绩不仅球迷和媒体无法满意 管理层都坐不住了 按照随堆记者的报道 勇士大概率会在交易截止日前有大交易 维基斯 保罗都可能成为清洗的对象 勇士不愿意摆烂重建 还想抓住库里最后的争冠窗口期 可球队的问题一大堆 年龄和身高的客观问题 加上科尔对于年轻人的限制使用 以及球队攻勋状态的严重起伏 球队陷入恶性循环 关键是球队也没有明确和科尔失约的迹象 昨日他们刚刚逆转击败公牛 今天的比赛 库里伦修 相比于勇士 雄鹿的处境好很多 虽然球队防守效率也是联盟中游偏下水准 但进攻效率加场均德芬加投篮命中率等多项数据 都是联盟前二水准 全联盟进攻端比雄鹿好的只有步行者 上一场比赛 他们更是直接半场将联盟第一的凯尔特人打花 最终33番大胜对手 简单来说 和雄鹿对攻 其他球队很难占优势 基于这种情况 科尔选择轮休库里是明智之举 因为赢球的概率很小 还不如将库里有限的精力放在那些能赢的比赛中 此外按照科尔表述 格林有机会在接下来对阵灰雄比赛中付出 或许是意识到维近斯达首发的效果还是不错 上一场13中8拿到17分5篮板8助攻 所以勇士奔场首发为 波杰姆斯基加克莱加韦金斯加萨里奇加卢尼 熊鹿首发 利拉德加比斯利加米德尔顿加字母哥加大洛佩茨 开局米德尔顿就顶头可来 可来立刻回应三分 此后萨里奇和可来连续上篮打停熊鹿 暂停回来 字母哥内突外头连拿五分止血 波杰姆斯基赢着利拉德也轰进三分球 字母哥再投三分 结果三不战 勇士在前半段占尽优势 可后半段进攻效率下降 利拉德和比斯利下棋三分与反超 后半段比斯利续上三分 利拉德不断冲进篮下 杰末康诺顿和波底斯又下棋三分与 第一节打完 熊鹿33比24领先勇士 波杰姆斯基下场后 勇士连吃球人都没了 第二节回来 场上风云突变 库明加和波杰姆斯基连续卫炳戴维斯 基诺内斯轰进三分 此后库明加带队很快反超熊鹿 连续强攻熊鹿两大内线连得五分 中段波杰姆斯基和韦金斯连续攻况打击 本地人一脸傲娇 波杰姆就是威斯康星周人 随后库明加独闯龙坛 全场一条龙推进冲框再进 惹熊鹿主摔暴怒 被迫继续叫暂停 主摔格里芬非常不满 米德尔顿加子姆哥加大落的防守形同虚射 后半段鲁尼连续不来命中 约瑟夫也轰三分 熊鹿依靠利拉德和姿姆哥止血 杰默克莱也命中三分球 半场结束时 勇士神奇56比54领先熊鹿 利拉德是6分 姿姆哥10分 而勇士小将们发挥出色 波杰姆斯77中4 3分3中1 拿下9分5篮板二主攻 库明加9中4 3分1中0 罚球1中1 拿下9分2篮板一主攻1盖帽 TGD6中5 罚球2中0 拿下10分2篮板一主攻1盖帽 而在上半场比拼中 韦金斯初战16分钟 他手感不佳 6投1中 3分1中0 紧得2分2板 克莱也在打铁 但是他不投 就真没人投了 下半场开打 利拉德造沙上 姿姆哥爆扣 米德尔顿轰3分 熊鹿很快扭转推势 勇士依靠韦金斯和波杰姆斯 击下起3分羽 此后韦金斯不断侧应发起进攻 加上波杰姆斯击合克莱的3分 勇士又把势头搬回来 中段子姆哥连续爆口加空阶打击 波蒂斯和利拉德续上3分打听勇士 后半段萨里奇和波杰连续上来命中 利拉德攻剑 两队比分交地上升 三节打完 熊鹿83-81反超勇士 第四节决战 克莱为禀戴维斯 杰克逊和米德尔顿帮助熊鹿上分 但克莱和库明加连续命中3分球追平比分 中段米德尔顿和库明加继续对轰3分球 随后子姆哥携手米德尔顿冲击篮下 姆哥被打给库明加上克强攻2加1 加上比斯利的3分球 熊鹿迅速拉开分叉 但勇士年轻人没放弃 库明加的造杀伤 不见的反击爆口连续回应 其中库明加两击3分加霸王硬赏攻 强起2加1延得9分 最后5分钟 克莱连终3分 而在决胜时刻 克尔却把奔长表现最好的库明加换下了 什么情况 随后米德尔顿立刻追着克莱完成3加0 此后大路不拦 姆哥空接爆扣 熊鹿瞬间拉开10分分叉 科尔大手一挥 库明加又上了 真让人看不懂 随后克莱3分打铁 杰克逊抛头加大路配置3分球杀死比赛悬念 最终熊鹿129比118击败勇士 本场比赛 汤普森和韦金斯疯狂打铁 汤普森全场23投7中 其中3分球17投6中 仅得到21分3篮板3助攻 韦金斯12投仅3中得到7分4篮板 两人这场比赛的效率太低 如果能稍微转点 勇士说不定能够获得今天的胜利 而特莱斯戴维斯上场18分中 8中6 罚球2中0 贡献12分2篮板1助攻1 抢断2盖毛 正负支负13 萨里奇出战34分中9投5中 3分5中1 罚球2中1拿到12分6篮板6助攻1抢断 但也有三次失误 正负支负6 而全场比赛 年纪人波杰与孔明嘉打出了核心实力 波杰姆斯及在关键战整体的出手非常自信 再加上这场整体的状态也非常好 全场14中时砍下了23加10的数据 当然他在这场比赛整体的持球时间还是有点长 但他对于球队的帮助是实质性的 赛后科尔接受了记者采访 他称赞了波杰姆斯及顶替库里的表现 他说道 他得的太棒了 你知道的 在库里缺阵的情况下 我们需要他的进攻 他真的非常狡猾 他抢了10个篮板 他回欧洲部 他知道如何冲击篮框 这就是我们喜欢他的地方 他似乎每个回合都能够提前预判 不得不说 在科学院里 还是小后卫吃香啊 而库明佳这场比赛表现也非常完美 他18中时 3分3中2 罚球6中6砍下28分3板2柱一段一帽 表现上加 摩羯一度连续得分 特别是在突破的时候 他对于比赛的侵略性可以征服任何一个人 再加上库明佳还有一定的3分能力 无奈在暴走的情况下 摩羯决胜时刻5分多中 科尔依旧选择将其换下 再到1分半落后10分 比赛都打烂了 再将机换上 随后还出现了 库明佳爆扣谢分却没扣紧的画面 其实大部分人都会认为 当时比分尽咬还差6分 而剩下一分多中 落后10分没希望了 怕媒体和球迷说 关键时刻DNP库明佳 赶紧把库明佳换上来 你让人家上去背锅呢 怪不得人家爆扣谢分 但很明显 库明佳现在的水平已经压不住了 而库明佳全场比赛也就出战28分钟 落下关键时刻被换下 你觉得他是累着了吗 他好像永远不会出战超过30分钟 而维基斯32分钟得了7分 库明佳28分钟得了28分 也许很多人不敢相信 就库明佳这点上场时间 28分居然是他的生涯新高 但凡都打到早上30分了 不幸你也多给科尔送过篮吧 打绝金时 科尔自己说的 维基斯表现好 所以库明佳没有出现在决胜阵容 那场比赛库明佳打得也不差 今天打熊路 库明佳比维基斯表现好 这没毛病 是什么原因让你决定在决胜阵容使用维基斯 又不用库明佳的 明明有机会拿下 今天熊路打那么烂 这都没把握住 最哥这状态确实回不来了 能不能一并把科尔带走 据统计 自1月6日 库明佳对主帅科尔失去信任的消息出来后 他场均出战28分钟 得到17.6分4.2篮板 三项命中率分别为55% 50% 85% 大多数人觉得 科尔是不是已经疯了 这么好用的球员一直不用 让基诺内斯 约瑟夫 波姐 3A则后卫阵容打熊路首发 科尔是什么脑回路 勇士输这么多球 果然问题不在球员 在教练 同时库明佳是个进攻带动防守的封线 他是需要开火拳和上场时间的 就算他与传切格格不入 他只会单打 但是埋没了好球员 科尔真要动点脑筋了 另外知名评论员徐静宇点频道 约瑟夫出场时间太多 库明佳出场时间太少 虽然熊路很强 但勇士主观用人上也有问题 科尔对于约瑟夫的信任 从篮球角度而言找不到任何线索 只能说俩人关系不一般了 要不然就他33岁的年纪 和场均稀烂的正负值 没理由在勇士原本资源有限的 轮换中立得这么稳 今天的库明佳拿到28分 而且球队伤兵满盈 但他还是只打了28分钟 这种巨大的偏见 即便是在只有9人能出场的环境里 还是美感 不知道科尔为什么这么看不上库明佳 现在无论是球迷 还是其他球队的管理层 都看到了库明佳巨大的潜能 但科尔还是没有充分开发 今天输球不奇怪 能接受打不过熊路 但过程以及用人还是让人唏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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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